這個project 都很厲害 這位人兄 他可以一個人去做這個project 每個月他的網站有二千萬的人流 有一百萬的用戶 講的這個project 就叫做 Card 我是 Ivan 很喜歡講一些 Digital Marketing 的東西 介紹一些 AI 工具 還有一些特別的 Start-up 的故事 Card 其實是什麼呢 Card 這個是他的網站 Carrd.co 他最主要 target 是一些 One Page 的 Web Site 不像 Wordpress 或者 Wix 一樣 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頁面 有 Blog 啊 有一些內容管理系統 他主打只是一頁 沒有其他 fancy 簡單 清楚 一頁 有什麼人會用一頁的呢 可能你是 KOL 你不需要那麼多的頁面 你最主要介紹一頁 可能你是做了一個 Mobile App 或者一些很 MVP 的 Project 想說一頁的內容 不想搞太多東西的 有些人可能會用這個模式 他的特點就是簡單快捷 我相信 可以 responsive 得到 也都有一些免費的工具 但是也可以付錢 他這個是用來賺錢 revenue 最主要的收入 就是說19元美金 是一年 所以其實都是幾便 但是因為他真的只有一頁 你可以付錢之後 你可以有自己的 Domain 你可以有一些 Online Form 這些都是基本的東西 也都有 Google Analytics 那些這樣的東西 他這個網站 即是 One Page 的 Project 現在每個月支持 是二千萬個 traffic 人流都挺厲害的 全球都有很多不同的人 會去過網站 這個 Co-Founder 叫做 AJ 他在2012年的時候 開始幫客人去做 Web Design Templates 很多這些東西 去到2015年的時候 就 Build 了 Card 這個 Project 叫做 One Page Landing Page Design 那些用戶可以自己去做 一路一路發展至今的時候 Fast Forward 到現在 這裏應該好像有些數據 可以給大家看得到 他在說現在 有一百萬個用戶 在網上 幾厲害 有三百萬個 這一些 One Page 的網站 已經 Create 了出來 每年大概有一百萬的 Revenue 美金 比起之前那個項目 我相信他的成本會多很多 因為有很多 Hosting 還有每個月 二千萬的人流 都是幾厲害的一個數目 如果用一些其他的 Statistic 那裏 就會見到大概有四百萬個 Page 這裏說三百萬四百萬 就是大概幾百萬的 這些 One Page 的 Design 只不過是由一個人去 Create 這個 Tools 然後就可以這麼多人去使用 我也是覺得 都是一樣很厲害的東西 如果都喜歡聽這些故事 看這些故事的話 也可以按我其他片 繼續去看